冠篮干涉 蛇惊演戏 我们现在做完最新的手游 其实这款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因为我之前有拍过篮球竞技手游 只是这游戏它是 就是它是以篮球竞技手游的一个手游 然后它就是结合冠篮高手这样子 这边直接讲它的玩法 教我们怎么玩了 所以我们这些新手教学 我们这玩法教学了 你拿个高震动 我把我震动了 好我们这教学 所以它有一些冠篮高手的一些角色 ok 像这种大教学啊 啊 等太久了吧 等到会抓狂了 留川方恩 流川耶 是不是那種很老聽的名字 ok 你看他的玩法就是一個籃球競技手遊 那你開麥這樣 所以你要先去三分外三分線外 我們在這邊投球 你可以快速你可以要求 有沒有這樣就三分九這樣就攻略了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玩法 所以你要怎麼到積分的各個攻略 就是你要在這個三分線去投球 然後這樣去搶球這樣 有沒有 所以他的那個分數的取得攻略 就是你要去 我還可以變相投球耶 哇超帥的可以用技能啊 所以可以只用技能比較快這樣子 所以他攻略就是這樣子喔 其實這樣還蠻簡單的 那你可以叫對手給你球這樣 喔對然後你可以去搶球 有沒有 然後再要球 然後再變相投籃 變相投籃他自己其實 變相投籃有點像是一個技能啊 好所以分數的取得攻略好了 那他玩法基本上就這樣子啊 OK 那就比分數這樣 欸那我們就一直用技能就保啦 哈哈哈哈 一直用技能我們就必得分了 不用再三分九啦 欸他每隻角色都有每隻角色是技能啊 你看我們一去就變相投球就好了 沒有人可以阻擋我 哇那做氣其實有點爽 喔那我們平常要負責結操這樣子 所以是多少結束啊 那個要球 然後就直接變相 欸所以每個角色都有技能欸 唉呀 這就不會太簡單啊 好像在這邊操球 這邊可以解操 欸他好強啊 可是邊的速度只有幾分啊 就比較少分 欸啊又結束了沒啦 我要抓狂囉 再教你結操 唉呀 40的結操啦齁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打不贏我們 那等於說他會自己放我們放技能欸 他等於說他會自己放我們放技能欸 他等於說他會自己放我們放技能欸 給我球啊 喂 欸原來可以拉後面一點三分喔 可是我搶不到他球 可是我搶不到他球 那我要拉遠一點 OK這個就是他玩法 與 頭球攻略就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等一下喔 好 有沒有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升等得到一些經驗值 那就有所謂的日常任務 那一樣可以得到一些獎勵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要鑽石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 他其實也有成長任務 其實說明白一點啦 就是一個籃球手遊而已啦 恩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籃球手遊也是蠻多的嘛 之前有玩過很多款 啊他其實有內建一些變強攻略 像這裡 經濟幣的取得攻略 鑽石的取得攻略 對眼的取得攻略 如何培養攻略 操作進階攻略 就這樣 腦遠一定好奇 這些角色到底有哪些角色 有沒有 經典復刻 經典還原喔 你看 還蠻帥的吧 對啊 唉唷 這個也蠻猛的 蛤就這樣 有一點 好嗎 嗯 好嗎 完成了